中国解放军在8月26日向南海发射了弹道飞弹 而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当时发射了两枚飞弹 不过事后美军指出 解放军实际上发射了四枚飞弹 但是两枚发射失败落在中国境内 自由时报综合蓬勃报道 美国军方消息指出 中国本周军演一共试射了四枚中程飞弹 弹着点位于中国海南岛与南海西沙群岛间的海上 距离美国航空母舰近几周操演的海域并不远 警告的意味十分浓厚 美军U2侦察机25日疑似闯入了中国发布的演习禁航区 因此中国军方与外交部跳脚痛批 美国民用卫星公司行星实验室也公布了中国海军军舰25日在黄海发射飞弹的卫星照片 并且指出U2侦察机应该全程掌握想要搜集的情报 而针对中国被美军揭露在26日总共发射四枚中程飞弹 有中国网民指出没有击中拔舰的另外两枚飞弹可能在中途爆炸 落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 引起了网友热议 许多人留言小说只有射到外面被看到的才算 还有人说这是有党性的导弹 坚持内循环的思想不能动摇 昨日才报道 美国司法部起诉了一名涉嫌窃取美国技术资料 并且破坏了关键证据的中国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官蕾 该研究员或将会面临到最高20年徒刑 而近日媒体又报道 美国再次发现一名中国人窃取商业机密 美国之音报道 一名为中国军方工作 在维吉尼亚大学做研究的中国研究员被逮捕 美国司法部在8月28日发布新闻稿表示 在维吉尼亚大学做研究的中国公民胡海洲当天被逮捕 并且被指控两项联邦罪 胡海洲被控未经授权就进入电脑 或者越权从受到保护的电脑中获取讯息 以及窃取了商业机密 根据法庭文件 胡海洲8月25日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 试图登上飞往中国青岛的航班时 被调查人员发现并且逮捕 胡海洲此前在维吉尼亚大学 进行生物模拟物以及流体动力学的研究 当局在一次例行审查之中发现 他涉嫌拥有他无权拥有的仿生研究 模拟软件代码 这些代码可以用于载入飞行器 以及潜水器 通常都具有军事用途 代码代表了 维吉尼亚大学学术界的成员多年来的开发结果 联邦调查员表示道 胡海洲2019年3月到8月份 在维吉尼亚大学为一名教授工作 这位教授是多所大学流体模拟小组的负责人 在过去17年里一直在开发这一款软件代码 并且由美国政府的国家科学基金会 以及海军研究办公室所赞助 这位教授告诉调查人员 胡海洲突然地离开大学 说要回中国 走前甚至没有说声再见 调查人员还发现 胡海洲也在一所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大学工作 胡海洲向调查人员交代 他同时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中国流体力学重点实验室工作 该实验室接受中国政府的资助 特别的是中国空军的资助 根据联邦调查人员马修雷德的消息 胡海洲告诉调查人员 他接受中国留学基金委员会的指示 每六个月上传一次 关于他在维吉尼亚大学研究的总结报告 雷德说 胡海洲承认他正试图把他所有的 维吉尼亚大学研究都要带回中国 而此案目前由美国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 胡海洲将会面临到刑事指控 当前世界多国对于中国渗透提高了警觉心 而英国就发现 中国驻英国外交官人数 在近十年来增加了将近25% 掀起当地人士担忧 中国正在试图增加在英国的政治影响力 更有干预英国内政的可能性 美国之音报导 英国《泰晤士报》星期五刊登文章 质疑中国驻英国外交官人数 在过去十年里就增加了将近四分之一 文章引用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的记录 目前有116名中国官员在英国持有外交货免权 2010年8月份 这一个数字是94人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 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 在公开的场合言论咄咄逼人 被外界指责是所谓的战狼外交 这些被外界只称为战狼外交的言论特点 包括了对于外界的指责 还以直接的言论攻击 而不是用事实驳斥或者解释 对东道国批评中国对疫情处理不当 扬言要进行经济报复等等 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多次的呼吁 对新冠疫情爆发 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就威胁说 如果澳大利亚政府继续的要推动调查病毒源头 中国民众可能会抵制澳大利亚的产品或旅游 而针对英国媒体提出的担忧 中国驻英大使馆发言人也是积极回应表示 英国近期出现了一些杂音与噪音 某些政客与机构故意地歪曲抹黑 两国正常交流与合作 甚至叫嚣发动对华新冷战令人忧虑 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英关系 不仅仅符合中英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希望广大公众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发展 全面务实地看待中英合作 支持中英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驻英使馆指出 驻英国使领馆的外交官是中英关系的桥梁 肩负增进中英相互了解 促进两国互利合作的重任 中英关系取得的每一个进步 每一项成果 都与外交官的辛勤努力分不开 这些努力理应要得到公允评价 而不是歪曲非议 还强调此次疫情带来的最大启示 就是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休息与共 紧密相连 人类社会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团结合作是战胜疫情的唯一途径 对于那些对中国的误读误解 甚至蓄意重伤 对于中英关系成果的恶意贬低歪期 中国外交官有责任要澄清事实 扶正去挟 这是捍卫国家荣誉 与民族尊严的正义之举 身为护来之不义的中英关系的正当之举 不容诋毁与污蔑 中国科技巨头华为 在美国的强力打压之下 公布了上半年的财报 表现仍然亮眼 中央社指出了 华为上半年财报营收 达到人民币4507亿元 年增13.7% 净利431亿元 年增23.5% 半年报显示了 上半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成长最快 其中消费者业务收入为2558亿元 年增15.9% 营运商业务收入1596亿元 年增8.9% 企业业务收入363亿元 年增14.9% 华为的消费者业务已经过半 2019年 华为消费者业务在总营收中占比为54% 今年上半年 华为消费者业务营收占比提升至56% 上半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成长最快 其中消费者业务收入为2558亿元 年增15.9% 营运商业务收入1596亿元 年增8.9% 企业业务收入363亿元 年增14.9% 在当前的不利情势中 华为仍然是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而中时报导指出 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日前表示 华为想要点燃5G这个灯塔 但是刚刚擦燃火柴 美国一个大棒打下来 把我们打昏了 后来才明白 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希望我们死 但求生的欲望 使我们振奋起来 寻找自救的道路 要真正强大起来 就要向一切人 包括敌人学习 不过在此番励志发言背后 还是有许多的现实挑战 难以克服 自由时报指出 法国当局决定要移除 人口稠密区的华为行动设备之后 法国一家电信商就宣布 将会在2028年之前 拆除在法国各地所装置的 3000座华为生产的行动天线 三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披露 法国当局已经告知 计划采购华为5G设备的电信营运商 一旦相关设备的许可到期将不获得展颜 此举实际上就是在2028年之前 逐步地从行动网络中 害除华为 而现在美国号召组建干净网络联盟 力求排除中国的网络公司 还有意大利学者指出 在华为问题上 意大利已经遭到美国方面的威胁 中国环球电视网28日播出的节目中 意大利学者西士表示 美国向多个欧洲盟友 尤其的是意大利发出了威胁 指出如果该国决定采用中国的5G技术 将有可能被踢出美国所主导的军事联盟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如果意大利退出本约 将会使得国防与内部安全开支大幅度增加 意大利的国防与内部安全都与美国方面紧密相连 所以基本上意大利是很难承受与美国脱钩的代价 由此看见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华为一方面需要面对手机晶片断供的困境 在拓展5G市场上 也叫其他对手会更难得取得业务 白俄罗斯反政府设微尚未停止 但是在当地举行大刑反政府游行的前一天 白俄罗斯当局在29日撤销了几家外国媒体记者的采访许可 其中包括了路透社 法新社 美联社 BBC等等多家知名媒体记者许可 发广指出官方表示 以上的决定是在反恐反极端势力范畴内所做出的决定 但是国际大媒体对于这种限制新闻自由的做法 表示出了严正抗议 白俄罗斯当局并没有指明 到底有几名记者被剥夺采访权 美国大使馆对卢卡申科县政府封锁网站 随意抓捕公民 限制新闻记者采访等做法表示担忧 美方呼吁白俄罗斯当局应该要保持克制 BBC发言人则表示 我们最强烈的谴责这种窒息独立新闻媒体的行为 敦促白俄罗斯政府立即的恢复记者采访许可 目前白俄罗斯除了禁止国际记者合法采访之外 当前执政者还向俄罗斯求助 也已经获得了援军以镇压自家民众 上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廷在27号证实 依照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要求 俄罗斯成立了一支后备警察部队 以支持白俄罗斯当局 但是除非当地的动乱失控 否则不会主动的出动该部队 自8月9号总统大选以来 白俄罗斯爆发了全国性的示威活动 抗议卢卡申科操纵选举结果 警方殴打示威者并且逮捕了数千人 27日更传出了有20多名新闻记者遭到逮捕 白俄罗斯内政部其后发表声明表示 记者都已经被释放 否认了拘捕媒体的说法 而现在白俄罗斯反对派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廷准备在当前执政者要求时出动武力 是违反国际法的 白俄罗斯邻国波兰也要求俄罗斯放弃任何的干预计划 波兰要求俄罗斯立即退出 对白俄罗斯的军事干预计划 这个以恢复控制为借口的敌对行为 是显然的违反了白俄罗斯人民的国际法和人权 白俄罗斯人民应该要自由的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全球公位危机的影响之下 许多行业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就连可口可乐也难逃当前困境 宣布计划裁员并且重组业务 华尔街日报报导 可口可乐公司表示 该公司计划裁员将会向员工提供自愿离职方案 并且重组业务部门 这是可口可乐重新定位饮料业务策略的一部分 这家饮料业巨头在周五表示 计划在四个依照地理划分的区域市场 建立九个新的运营部门 可口可乐目前在四个地理区域市场 一共拥有17个业务部门 外加全球合资系业以及瓶装项目投资 此次重组正值该公司遭遇新冠疫情冲击 平台服务部门还将在数据管理 消费者分析 数字商务以及社交和数字中心方面发挥作用 可口可乐表示平台服务部门将会消除 整个公司内的重复工作 可口可乐称将向在美国和加拿大工作的 最近入职时间不晚于2017年9月1日的 4000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方案 可口可乐表示公司也在寻求 在海外业务部门采取类似行动 目前预计整个离职遣散计划将会带来3.5到5.5亿美元的支出 可口可乐表示正加强其五个营销类别的领导能力 也就是可口可乐品牌产品 气泡类饮品 补水运动 咖啡和茶类饮品 营养饮料 果汁牛奶和植物饮料 以及新鲜饮料 可口可乐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坤杰表示 运营模式的变化将会改变公司的营销方式 从而来推动更多的增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